在先前我们已经看到 在三段以不同速度来移动 随着T的变化可以看到面积变化 而这边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函数图像把它画出来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边的这个边长 看到不同的边长呢 这图像会变 比如这前后段的速度不一样 也可以让这图形呢跟着改变 那这边呢也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要建立这函数图像 最主要就是Locus指令 当然一开始就先由时间跟面积 建立出一个动点F 那接下来呢 把这动点F的轨迹 透过Locus把它画出来 就会得到一个函数图像 最后在新整文本 把题目的资讯显示出来 那这一节就完成 一开始我们要建立时间跟面积的关系 在操作前 先在第二视窗点一下 表示我们等一下出现的东西 要在第二个视窗 F呢 X是T 那它的Y坐标呢 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PL PDA 好 这样输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再缩放一下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F点 那把F点显示中机 接下来呢 再改变它的颜色 比如说颜色呢 改成这个红色 好 那这时候F点的这个中机就出现了 但是这样子稍微缩放调整 这个中机其实就会消失 要让这个中机保留下来 其实就是这节最重要的重点 Locus的指令 L-O-C-U-S 看这个Locus指令 前面就是要制造出轨迹的点 那后面呢 就是让这个动点移动的这个参数 它可以是个数字 或者是另外一个动点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主要移动的这个轨迹就是F 那这个参数呢 就是T 好 那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叫LF 那有时候呢 PDA跑到第一个绘图区 我们在这边按右键 蓝色字 好 那在高级的部分呢 这边显示第二绘图区 那这边再把它取消 接着这边呢 也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所以这边选择这个视图 怠数区 好 再移动一下呢 让这边画面比较大一点 那一样呢 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这个颜色 好 再设置 然后这个颜色 然后把它调整成红色 那F点呢 我们让它再设置 让它只有显示 OK 那显示的部分呢 显示这个数值 那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随着时间移动呢 它就会动出这不同的轨迹 那我们去调一下这个速度呢 那这轨迹呢 也可以及时的移动 好 调一下这边长呢 轨迹也会改变 最后再来新增这个题目的简短资讯 选择文本 在这里点一下 接着就把一些题目的简要资讯 先贴进来 那在这文本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个前号 那前号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Latec模式 它是用来编排数学式的 好 那尤其像这个triangle呢 它这边就会画出一个三角形 好 那这边我们再做一个换行 好 这边按确定 那这样题目就在这边出现了 好 像刚刚的triangle就变成三角形 那在数学模式里面呢 这变数呢 就会变成写一体的样子 透过这locus指令 很快就可以把函数图像画出来 那我们快速回顾这个制作要点 一开始先离平式边形 那先用路径的方式来做动点 接下来我们利用参数t 可以控制不同段的移动速度 那最后呢 我们利用locus 可以把这个时间跟面积的关系 把它画出一个函数图像 有了这题概念 也鼓励大家 开始找一些中考题的动点 与函数图像 试着想看看 如何用locus将它绘制出来